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还有多少银子 没多少 怕路上有什么闪失 我都放在这了 这都是山西大票号的 反正路上用也好 带回府也方便 不知王爷有什么用意吗 就怕皇上身边没有贴心的 你们这些当奴才的 只会扶鸡肝 不会扶颈绳 谁的腿粗暴谁的 王爷 王爷您怎能这么说呀 王爷要是您还把张文志当人的话 奴才愿意趁夜摸进行园 把银子献给皇上 老村官别介意 我也是为皇上的处境担忧啊 我说王爷 您也是连阴天盼日头 怪在起阴雨挡不住云子 这时候不早了 外面马车也备好了 王爷您还是奉旨回京去吧 皇上 再奉无法当面听旨 只好替军出使 表示种地 我说王爷 外面那些护卫 有些可能是老佛爷的耳目啊 您还是赶紧上路吧 谁 快请开门 来了 你是谁呀 王爷 奴才御苑叩见王爷 你是何人 皇上身边的宫女 赐名为玉 快请起 谢王爷 是皇上派你来的吗 皇上命奴才混出行园 为王爷来践行 并给王爷 捎来了两件次物 这是皇上 一直藏在身边的宝印 王爷到了国外 若有为难之处 尽管以此印 同洋人签订任何协议 以保王爷好去好归 这是皇上写好的特命上语 命王爷 以此向洋人证明身份 皇上 臣宰奉 谢皇上 陆恩 亲王爷 你家这中 皇上遇赐渐行之久 皇上 王爷 奴才告辞了 姑娘 万眠戒备森严 还望多加小铁 老安打 请您放宽心 组织制定 宫女年满二十五岁 即可出宫 我已有出宫信条 眼下 是平民百姓 正想回归故里呢 等等 张文志 何不让月儿姑娘 随我们同行 也好在千里之遥 有个照应 只怕夜长梦多 容易被人识破 我在宫中 专干粗活 不照耳目的 就说 是给王爷找来做饭的 行吗 王爷之意 岂敢不从 来 差点把那装上 绑颜色了啊 行啊 这个是给我的 好 慢点 走吧 走吧 年轻人FM 驾 这边呢 你收一份吧 收我的吧 好嘞 这是我先 不用了 不用了 够了 后面的都回家去吧 收我的吧 够了 够了 用不了这么多 孩子 用了 收我的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收我的吧 别吵 别吵 我跟你们说过了 不利用这么多 收我这一份吧 快回去吧 回家去吧 是我的 这儿都是我的 这儿是我的 这儿是我的 挺吵的 回家去吧 别打了 快关手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了你们 瞧你们 瞧你们 赶快背上柴 回家去吧 拿着 回家去吧 谢谢 谢谢 快走吧 快 Vet 回家 快 回家 离北京城越来越近了 家里还不知道咱们都进了直立省了 老福晋他老人家见了您一卷的高兴 国事不宁 家有何欢 我的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这洋人不好对付 可咱大清却又躲不开他们 王爷 不必忧虑 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 刮熟了自会有人宅 张文质 你刚才的意思是说 奴才是说呀 四年前李鸿章李中堂 以太子太傅的身份 作为大清朝的全权特使 搭乘英国的淑女沙龙号克伦访美 当年那可是轰动美国 那洋人不是诚心拿李中堂当个人物 那是李中堂李的人硬坐出来的 嗯 接着说 喳 李中堂啊 那是上美国摆谱去了 所谓人静人高 可咱们这回出使 要是一出门 就带着三分鼠没像 那谁还能正眼瞅咱们呢 再说 王爷 您是顶替咱们皇上出去的 要讲这气配 满世界能有谁 比得了咱这大清朝 可现在时候不对啊 咱们是去谢罪的 谢罪 谢什么罪啊 克林德那是让干军的罪恩子给宰了 可是他还宰过二十多个艺术团呢 上人家家里都下折腾 还想有好气啊 咱不是惹不起连军吗 糟啊 所以奴才说 就得自个儿的梦自个儿做 张义音昌随行也好 让别人陪着也行 那都是老街坊送病 跟着凑热闹的 王爷身边就得都是自己人 什么林威的姐妹的 偏有加醋的都有 到时候万一有个三尘两短 光是咱淳亲王府这帮子人 就能保着王爷不寒碜 不受制 谈何容易啊 咱们是到国外 这俩眼一摸呵 睁眼一看 全是黄头发蓝眼睛的 你就把嗓子喊破了 也没人理你啊 真要是把咱扣在国外 那可就没几天活头了 王爷 这事怕到不了那地步 王爷 回屋烫烫脚吧 人是树 脚是根 烫了脚身上的伐气就开了 我来吧 我来吧 老管家 您也够忙活的了 那你就伺候王爷吧 您就放心吧 您是哪儿人呢 海电蓝旗营的 老尖是干什么的 爹在西山看园子 娘是汉人 试弄吉姆水浇地 种些马蹄 胶白和莲藕 按季节 交给大内河 义和园的膳访 也是吃黄粮的 你出宫是谁准的 皇上给的玉批 皇上 没告诉内务府吗 没有 这宫女出宫 不经内务府的批准 可是违背家法的呀 奴才知道 一个宫女出宫 没有玉批的分量 可是 皇上 把奴才叫了去 掰开揉碎了 跟奴才讲了王爷 替军谢罪的沉重 奴才虽是个草民 可以是中国人 不能让一朝天子 去丢中国人的面子 既然王爷重任在身 奴才就算冒犯了太后 又有什么 宫里头的冤魂还少吗 你不怕太后 这事要让她知道了 那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呀 人生一世 都是有地价的 该在哪儿 就得安在哪儿 本来就是把小命 托给别人的还怕什么呀 说不定 挣吧挣吧 还能弄出个样来呢 我说不定 王爷 启禀王爷 老婆爷命令府捉拿玉儿回行园 人已然到了 纯亲王住在哪 在庙里 走 张文贼 你无才在 你快拿五十两银子给玉儿 派人从后面把他送出去 王爷 这 快去啊 路才知道 你不快走 卑职内务府贵心 卑职内务府宝印 后见王爷 何事有劳前来 卑职奉太后老佛爷遗旨 前来例行家访 本王爷奉命出使 替君谢罪 先礼国事 透论家规 王爷 这 二位不必为难 这私放逃奴 抗旨不遵 一切罪名都由我来承担 我会让二位有个交代 来人 在 李莫伺候 这 王爷 等一等 二位大人 不必有劳王爷了 小女 虽然 在此束手就擒 王爷 圣命在身 在下失礼了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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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快走 走 走 王爷 小女虽死无怨 只求王爷不负皇恩 便灭了中国人的志气 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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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说 总理衙门来人带过话 李鸿章 李中堂 亲自带人到白石桥 接王爷去了 什么样的差事 还得李鸿章出城去接 和约真要签下来 皇上也该由西安回鸾了 会不会是让王爷探路呢 这差事除了王爷辈的 谁请得了呢 这王爷辈 该杀的杀 该放的放 留下个老 请老夫进发话 引五爷的人 要是送上府来 留不留饭呢 留啊 听说西受长安以后 连皇上的口粮 也改成下溜溜了 今儿咱管个上巴巴 吃饱了喝足了 留下来听本家戏 请和王爷平安回府 请老夫进发 福利福外 好久没这么喜新了 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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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了 别笑了 成 我那叫什么呀 都别笑了 估摸着 王爷就要到了 快把行头梳一边去 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吧 七姑啊 张大东没回来 咱们这探母做工啊 没有杨四郎 还有我牛四郎呢 到时候您这位铁镜公主啊 就得多担待担待的啊 别傻贫嘴了 小折子 到清河镇去接王爷 得了 牛翔 快张罗客厅那桌大席 对啊 真儿 晴儿 准备好手筋板 沏好茶 七姑放心 请好吧您 在家呢 店员 哈 咖啡 老公 你呢 我苦不想 我 aqui 是 已 百互 你呢 呃 我 有 你呢 拜见狼爷 拜见王爷 免礼 七姑 你对我不但有养育之恩 还帮我挑起了王府的重担 请受载封一半 王爷 使不得 李鸿章拜见老夫妻 拜见老夫妻 从唐免礼 请到那一堂就中 谢谢老夫妻 跟两个请 七姑 我来吧 我来吧 不用了 你们到后面忙去吧 这儿我来 是 你说什么 有这种事情 哪有这样的道理 说什么 让王爷替皇上去谢罪 老王爷 拿点对不住他们 他如此不依不饶地对待我们 天下长着 天下长着 朝野他把着 凭什么 让我们替他去解罪 是淳王府挑唆的义和团吗 是淳王府杀的克林德吗 老夫因息怒 红杀身为朝臣 也是奉旨办事 至于王室的恩怨 恕红杀不敢妄加过问 那好 就请老中堂如实回奏 就说我身为人母 息子安危 宁可死在他太后 老佛爷的刀下 也不到一国他乡去当 替死鬼 额娘 没你的话 额娘 住口 没你的事 你敢受此亡命 我便死给你看 额娘 我让你匹马带孝 去替他们卖命 额娘 请容儿 没什么好容的 请李中堂见证 我淳王府上下 绝不有负世西王帝之恩 等着他满门抄战的意志 他好狠心 他妹妹一死 淳王府 就成了他的眼中病 不但把府里最好的珠宝玉器 都装进了他妹妹的棺材里 还想让我 把亲生的儿子也饶上 我不依 不依 就是不依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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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过 请 拜进中堂大人 王爷 快请起 没你的事 出去干你吗 老夫妻 我禁服二十多年 虽无险贵之命 却也有下贱之人的 善待之恩 老少王爷 从没把我满旗顾当作外人 今儿我就请老夫妻 给我这不知深浅之人 一个说话的空吧 虽说五爷是您亲生的 可要说疼 我这不知趣的 也知道什么叫 前肠挂肚 您舍得出盟府 灭门九族 可我觉得 那不值得 我觉得王爷 盖去 别说了 老夫妻 容他说外 容他说外 说 是 为奴才的 有三条道理 真意 洋人兵获京城 虽是两宫西寿 可灾难深重的 是京城的百姓 百姓虽然 饶尽身家性命 却容不得 让中国的皇帝 到外国丢中国人的脸 这二 倘若大清不依他们 必有强兵对敌之力 有吗 没有 这就等于让中国人 成为王国之奴 这三 五爷替君出使 一是免去清国大持 二爷未必 便去卑躬屈膝 如果五爷甘当此任 也可以显出 淳王府 临危不惧 永结显危 说他痛快 那是牢笼 坦荡之心 非负之欲 红杖钦佩 王府尚有如此之辈 中堂大人 王爷出事 可否带亲兵护卫 红杖正在交涉 世界的安危 立当考虑之内 可否让家奴同行 起居侍奉 总是少不了的 老夫妻 满骑姑愿意性命相陪 虽王爷出行 不行 赴道人家 哪能担此重任 老夫妻 奴才愿亡 可你是太监呢 奴才已经有好主意了 什么主意 快说 请老夫妻 放心 凡是有利于王爷军安者 红杖自有论力之忧 中堂 皇上身念手足之情 特赐秘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王爷 请王爷妥存身边 轰杖定暗中行事 不负圣恩 多谢大人 请老夫妻多多珍重 轰杖告辞 天哪 我为什么偏偏进这个房子 请老夫妻多多珍重 请老夫妻 请老夫妻多多 请老夫妻多多 至少 是 额娘 身子骨要紧呢 额娘 您老 想开点 请额娘放心 德国方面 咱们也见着了 保证咱们有去有回 那哪能有准啊 殿国交兵使得都是招数 万一他们真把你 扣到那儿当人质 上面的那一位 再一打磕膊 咱们上哪儿找力儿去 额娘 您就别往心里去了 我和五哥都一手扳不着脑袋瓜子了 越来越笨 也该闯连闯连了 这次王爷替军出使 正好飘洋过海 开开眼界 看看人家凭什么横起来的 哎 实在不行 我去 好 感谢观看